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亚太最大的游轮 地中海荣耀号 跟十亿万顿的哥斯达沙伦纳号 同一天靠基隆港双轮回 露出港口的旅客 超过一万五千人次 也创下了疫情复航以来 单日旅客量的最高峰 在基隆港务公司总经理 高传凯的导览下 让行政院的官员 与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等贵宾 了解西岸旅客中心 诊件后的贴心服务 以及旅客通关的智慧化建设 目前已经是国际一流水准 让基隆港维持亚洲最佳 邮轮母港的优势地位 跟副院长的报告 我们现在通关 基隆港的通关 我们应该可以制作到 世界上属一属二 基隆港也是全世界第一个 使用B-GAIN的通关 邮轮的一个港口 2019年基隆港创下了 邮轮停泊的最高纪录 那么游客也高达90万人 是亚洲一个非常好的邮轮的母港 疫情的三年 邮轮产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 那今年开始复苏 那预估今年的复苏度 应该会将近三成 那目前看得到 许多国际知名的邮轮公司 都选择基隆港或高雄港 做母港 我们能力亚洲的跳岛邮轮联盟 还有亚洲的邮轮联盟 能够参加 那我们就跟亚洲各国 希望它的闯动也是对拍 像格斯塔就是 它是一个鼓掌的操作 这个整个 刚才看到了 它就是未来 非常多的一个 稍息会来进行 刚刚有在谈 游轮经济学 它说有这个补给 维修 日用品 生鲜 还有精品等等 那以过去的经验 一个人上岸消费 大概就会价值五千块 所以如果九十四万 人次的话 大概有将近 将近五十亿的效果 所以游轮经济学 对基隆是重要的 也代表过去的规划是正确的 经过中央与地方的同心努力 以港新市的基隆 相信在游轮经济 与物流货运的双重拉动下 展现港都新风貌 为在地的就业市场 注入新活力 让基隆变得更好 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西二十三旁边的 西四五六号码头 这个地方过去规划是会展运组的大路 那另外就是在这个东岸的军港 西迁之后 所留下的这个基地 这两块基地刚好位在 基隆市中心的新港旅群 所以不只是港的未来 其实也是牵扯到基隆市 整个城市未来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节点 那另外是我们为了去串接整个三海城 所以在东岸的部分基本上是已经完成了 就是等一下副院长 去看的东岸的游轮广场 现在正在进行 另外就是要串接到我们的希望之所以 就是中正公园的地道树壁 我听说已经完工已经验收了 那另外刚刚讲的这个几个改造计划 我们都会继续支持 包括刚刚讲说这个港警期间 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游轮广场 这个是一个入口的最好的迎接旅客的一个影响 这个也接觑的快完成了 包括其他的建设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迎接暑假忘记台南怎么玩呢 今日起到11月 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将推出一系列的体验活动 依照不同的族群设计专属的游城 同时还推出了400份限量的主题套票 市长黄伟哲也邀请亚太GoPro大使 来台南协助观光行销 台湾好行游城已经迈入第三年 台南市府每一年都会规划多元活动 特别疫情解封以后国际旅客增加 所以今年的活动特别邀请亚洲第一位GoPro大使 Johnny来协助宣传 同时透过他也邀请四位国际影音创作者 9月将来台南搭乘台湾好行旅游 相当期待 所以全球各地都跑了认识很多很多各样的玩家 摄影师 吉星云都能 athlete也好 那希望透过这个小相机 可以记录一些很漂亮的美好的东西 然后我就希望全球的人来参加这些活动 然后来认识一下台湾 今年台南市台湾好行 除了依照不同消费族群设计六大主题 二十四场市的示范游城 更结合食宿游购 发行四百份限量主题套票 以及抽奖打卡 无论三线海线都各有特色 市长黄卫哲邀请大家 把握机会来台南好好体验 我们三百六十个就分了好几组 那这些组主要是带路 能够体会体验台南的好 然后经验更多 然后给更多的朋友来 而不是这四百个 或者这几组 纯粹只是一般的游客来玩 这些都是 能够把台南经验分享给大家的 三二一 台南好行欢迎您 新北市年度盛世2023新北市儿童艺术节 将在8月5号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 板桥区重庆入行人徒步区登场 今年以怪兽热园为主题 打造多菜多姿独一无二的怪兽热园 三二一 二十二三新北人一节怪兽热园 新北市副市长朱涕之28号出席其冬记者会表示 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办理迄今已经是第15年 前两年因为疫情影响采线上或是实体线上各办 今年正式回归 以怪兽乐园为主题 8月5号到8月13号 新北市市民广场将化身为超大型怪兽彩色乐园 带小朋友在玩乐中认识色彩 在乐园里挥洒创意 这个儿童艺术节我们过去已经办了有15年了 那这15年来已经有580万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儿童艺术节的一个活动 我们今年回归到我们实体来做相关的一些办理 那办理的地点呢 会是在我们新北市府的市民广场 还有在府中的重庆路的这个人行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从8月5号到8月13号总共有9天的时间 那有6大展区 那我们以怪兽乐园为主题 展出相关的这个活动 那中间呢会有非常多知名的剧团 来去做相关的一些表演 在我们的这个重庆路上 更有两场在周末的时候的马戏表演 我们欢迎所有大朋友小朋友 在8月5号到8月13号的这9天 来我们新北市民广场 来我们的府中重庆路的地方 共同来参与我们儿童艺术节 一起游乐一起玩乐 朱提志表示 这次活动地点交通都很方便 也欢迎北部甚至南部县市的亲子一起来同乐 活动规划六大好玩场域 南瓜的表演节目 艺术装置 互动体验 电影欣赏等活动 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参与 此外两项共创计划 玩具共创 卡牌共创也将展示成果 去年风靡现场的卡牌挑战任务 更将不定期出现乐园中 欢迎大家来挑战搜集全新45款卡牌 那在这个六大展区里面呢 我们包含了有彩色乐园 马戏乐园 还有探险乐园 还有魔幻世界 魔幻舞台 以及我们所有的放小岛 那中间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在这个怪兽图卡的集图卡 总共有45种 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在活动期间 我们吸家带卷 一起来共同的做 这个家庭的和乐的一个活动 新北市文化局张嘉玉局长表示 今年儿艺节也和远雄文教公益基金会 玉秀教育基金会 攜手合作推出体验活动 场域除了新北市市民广场 板桥区重庆路行人徒步区以外 文化局所属的各艺文中心和博物馆 也同步推出儿艺节系列主题体验活动 其他还有多家超商和购物卖场 以及商圈加入 让儿艺节活动内容更加丰富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导 为了让学生在暑假期间 不出国也能感受出国的氛围 高雄市举办了五天四夜的 访出国全英游学英语营 吸引了许多学生报名参加 教育局长谢文斌也亲自到场 体验模拟过海关 换汇以及超商购物的过程 跟着工作人员的引导教育局长谢文斌与小朋友们 一个个排着队在校园穿堂 模拟出国时过海关的情境 过海关之后 他们继续前往不同关卡 局长先是拿出纸钞 体验在机场的换汇过程 接着再到内围超商买杯饮料 模拟一下在国外超商购物的感受 为了让学生在暑假期间不出国 也能感受到出国的氛围 高雄市举办五天四夜的访出国全英游学英语营 来自29所学校 总共112名学生报名参与 在开幕式上 小朋友们活力满满喊着对呼 对于这次的夏令营充满着期待 更重要的是我们安排了 这个访出国的一个行程 在这里在地就可以体会到 这个沉浸式的全英语环境 那我想我们同学们都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来 很具体的来学习到我们 包括双语等等这些应用的进一步的落实 那当然我们的对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非常的支持 那特别感谢市长给我们双语的经费 在从109年开始到现在增加了三倍 达到了2.5亿的这样一个双语的经费的支持 这次的营队结合了社区特色 规划融入各种主题课程的学习体验 并且纳入多种互动课程 跳脱教室的局限 借此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动力 我觉得这个夏令营非常好玩 让我学习到很多英文的知识 我也可以分享给我朋友 签证落地签证 然后过海关换那个壁 然后这些也让我 就是可以知道出国 用英文来讲 用英文来做这些东西 我觉得现在应该有一些主题性的功能 所以我们设定我们这次的游学主题 就是在地生活化的课程 英语要实用化的技能 透过双语教育 先降低学生们开口说英文的恐惧感 再加上这次的访出国双语夏令营 相信会让小朋友们 对英文的喜爱程度加倍再加倍 访出国学英文 记者苏幻君张淑婷高雄报道 暑假最大的盛事漫画博览会 7月27号起在世贸艺馆登场 虽然碰到杜苏瑞台风来袭 不过粉丝们不为风雨热情参与 有将近万人挤爆漫博会的现场 时间一到民众用跑的冲进会场 这里是2023漫画博览会现场 虽然受到杜苏瑞台风影响外面风雨不断 却无损粉丝的热情 长长的排队人龙把世贸艺馆绕了一大圈 排到第二名的池同学说 开幕前一天晚上11点半就来排 为了就是要买到自己最想要的村鱼工作室周边商品 因为他们主要是出VTuber相关的周边 因为我自己喜欢他们企业的一些艺人 因为他们往年出的产品量都非常的少 所以我想说那我今年还是一天都提前线来排好了 避免说可能会有买不到的情况 因为像之前也有一次就是一样很早来 但是就是刚好前面那个人就把剩下的货全部扫完了 还有民众提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引人注目 这位卢同学说每一年都会参加曼博会 目标是游戏人生等会场限定商品 结合台湾国际电玩电竞产业展与台北国际电影玩具及玩具创作大展 第二十二届漫画博览会涌入爆满人潮 昨晚单位预估五天的展期 渴望吸引六十万人次参观 超过疫情前的记录 更渴望带来超过三亿元的商机 我们这一次的参展业者涵盖了动漫小说出版文创IP VTuber电竞玩具模型为全台唯一整合ACG的展览 我们乐观的预期我们这次能够参观人潮能够突破六十万 为台北市创造更高的观光人潮 带来更大的观光效应 配合行政院通过18岁到21岁文化成年礼措施 漫博会今年也首度开放使用文化币 文化部长史则表示 为了协助台曼IP发展 国家漫画博物馆今年已经确定 预计年底开展 事实上文化部今年除了延续过去 从金曼奖著称等等扶植 漫的各项措施之外 我想今年最重要的是我们终于 把国家漫画博物馆确定下来 那年底我们也在如火如土的进行 我们都希望也说各位出版社 我们希望在未来 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加的合作 来支持我们台湾本土台曼的发展 动漫漫画游戏电竞跨界合作 让蒋万安预言 今年漫博会人数将超过以往 由于台北市有成立台北熊战电竞战队 已经成为国内指标 蒋万安也宣布将扩大举办台北杯电竞大赛 邀请国内外优秀选手共享胜举 其实为什么那么关注ACG产业 因为它带动整个产业链 特别电竞 我们不只是战队的经营 品牌的行销 还有整个赛事的规划 还有包括直播平台 以及直播主的解说能力 其实现在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带动整个产业链 然后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才 带来商机人潮来到台北市 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立法委员郑运鹏 赖品瑜及苏巧会也联媒出席开幕仪式 期望ACG1不只是娱乐消费 包括创作等形成产业一条龙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软实力 会消费的人才会带得起政策 所以那一段落差补起来 找到对的人我相信这会走对的路 ACGN不只是娱乐 它同时也是国家的软实力 那国家的软实力的发展 非常的重要 它能够让世界看到台湾 跟台北大家可以互相加油看看 如果高雄是演唱会 那我想我们北部可以发展成ACG之都 现场除了有将近1200个摊位 125家厂商贩售的特色周边商品 还安排有56场签名见面会 日本馆也准备了20场舞台表演 以及将近100场的电竞比赛活动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来感受充满想象与创意 虚拟和实况结合的 ACG1产业无穷魅力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桃园市府文化局 在今年暑假首次举办 马祖语言文化体验营 邀请马祖移民后裔学童 透过唱念谣 作风灯 平美时认识马祖原乡文化 选通们一样画葫芦容易米团 要做马祖点心白丸 不过成品有些太大客 让一旁的家长出手相助 齐心没有白丸 桃园市府文化局在今年暑假 首次举办马祖语言文化体验营 在大人国小举办为其一周的课程 邀请室内马祖移民后裔学童 认识马祖的原乡文化和语言 当天课程趁请来讲师 向学生介绍马祖经典小吃的起源和由来 并现场品上有马祖汉堡之称的激光柄 来挑战师做白丸 老师们也介绍了这个独特的美食 今天我在这边介绍了两种 比较有特殊的代表性的饮食 有一个就是激光柄 激光柄就是马祖话叫做鸡鸣 它有一个洞 穿洞过去可以把它给串起来一整串 背在身上 当年七七关去打倭寇的时候 曾经把它当作是一种的干粮 当然我们会做捏白丸扭巴腕 就是用糯米还有再来米磨成姜之后 再把它沥干 沥干之后就是像这样卡 我们叫做卡 然后用这个来做成白丸 那白丸在什么时候吃呢 就是一般我们是做早上要出海的点心 或者他们回来 因为煮的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说就是单做点心来用 那有两种煮法 一个是咸的 就是它可以加蛋 那比较好的家庭 那一般就是直接加糖而已 就是吃甜 夏令营的课程也安排包含唱烈谣 作风登等等 带领学员们透过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学习到生活中的马祖话 而且夏令营鼓励家长与孩子们共学 熟悉的语言和文化 也唤起家长的童年记忆 肯定课程的价值与用心 就想到以前小时候 以前我们在马祖啊 就是年节风俗的时候 大人做的有一些 譬如说一些东西啊 就是可以看大人丑八问啊 哪哪去晒啊 比如说晒鱼干啊 这个活动啊 对可以让我们的就是家乡的 就是小朋友可以多认识一下 我们家乡的一些风俗文化 然后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 这边现在的小朋友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有帮助 就之前来参加这个活动很好玩 然后最后一天又吃这个激光饼 脱白了是不是也第一次做吗 对 是不是怎么样 还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个食物 没有就之前就知道 只是没有戳过 有让我更认识马祖话 然后也有学到马祖的 传统活动跟一些美食 就是这几天上课很好玩 然后马祖话也学了很多 也学到了马祖的很多的美食 就刚刚吃过了觉得很好吃 也科展不错 我孙女马会学什么都马会那个了 他唱那个宁东宁的话也很会讲 主板活动的桃园市府文化局文化发展科 平衡独岛表示 根据统计 桃园也有超过五万名的马祖移民 至今已繁衍到了第四代 然而有近九成的人不了解 原乡文化也不会说马祖话 因此今年文化局首都举办恰令营 并预计号召学子筹筑闽东宇剧团 希望能帮助年轻一代认识马祖原乡 文化局今年首度针对我们马祖的学童 推动了马祖语的语言传承计划 那这个语言传承计划的首要的课题是推动语言的生活化 语言唯有生活化它才有可能传续下去 所以文化局今年特别提出的语言传承计划 主要是两个工作项目 一个就是今天这个礼拜 我们所在大勇国小所举办的母语营队 这个母语营队就是从语言生活化的角度 来教育我们的马祖的后代的小朋友 可以多说母语 那第二个工作是马祖故事剧场 这个马祖故事剧场 会在未来的九月到十月来推出 主要是培育我们马祖的学子 用马祖画来演出马祖的故事 我们希望说每一个小朋友 都可以是未来母语传承的一颗新传的种子 马祖人所使用的福州画在已军许久后 发展出地方特色一般称为马祖画 官方正名为马祖闽东语 并在111学年度正式被教育部名列为 全国本土语言选修课程之一 外界场地的巴德当勇国小校长表示 学校今年向巴德大臣国中闽东语教学团队请议 下学期开始也会来推动特色马祖画课程 齐心协力来传承原乡文化 去了解真正马祖的一些生活和这个民俗风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透过实践生活 才可以让孩子记在这个他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密码里头 在下学年我们也申请了教育部 闽东语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教学 那一整年都会有相关的一个活动 那我想保存在巴德地区这么大的一个族群 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种 跟文化局或是其他相关单位的一个合作 让我们的更多的一个孩子能够去学习闽东语之美 如果不再做保存 学者预估马祖画 正会在两三代之后消失 因此文化局期盼 透过营队和学校的配合 让马祖画能扎根下一代 带马祖移民最多的桃园 能够继续传承不断根 继续听桃园报道 为了要鼓励民众买书 支持独立书店 文化部推出了文化币买书加马送的活动 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到新盈的圣书店 化身一日店长 并实际行动来买书 近年来因为网路书店与电子书盛行 年代实体书店越来越难经营 因此台南市长黄伟哲 日前特别到新盈唯一一间独立书店 赛书店担任一日店长 同时也鼓励民众 以实际行动来支持 千万别让独立书店的文化火种来熄灭 特别来独立书店来 宣誓我们对于这样子一个 书店文化的一个支持 相应于今天碰到了台南的盛大书城 即将可能面临歇业的一个难关 我们特别需要来支持我们的独立书店 那不管是担任的一日店长 或者是担任消费者 我们其实都希望能够支撑这样的一个文化形态 尤其你说政大书城是在台南市区 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盈小镇 所以说更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们希望我们独立书店的火 我们要不要洗掉 那所相应的一个文化现象也必须要得到重视 因此我们特别特别的来支持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买书 大家一起爱看书 市长表示 因为近期文化部推出文化币 有买书加码送的活动 只要年满18到21岁青年 用手机下载文化成年礼金 每人有1200点 以一点价值一元 到独立书店买书消费 还有两点送一点的加码 因此吸引不少青年前来消费 因为家刚好在附近 然后因为刚好文化币有独立书店的放大点数 所以我刚好就想要来赛书店这边消费 顺便来看看书 我觉得用文化币来支持独立书店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可以帮助他们 他们可能原本要示威了 但是这样子可以让他们 重新获得人们的关注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 现场市长除了担任一日店长 帮忙结账 另外也以实际行动表达支持 自掏腰包购买一本台南甜不甜的新书 现场还有多位名义代表到场 以实际行动支持独立书店 记者林根台南报导 台南市在111年 全市借阅测数突破1000万 相较于111年成长近4成 更连续5年 荣获整体阅读力表现机优的程式 可以看出市民良好的阅读习惯 图书馆有着丰富的图书资源 许多民众都会来到图书馆看书 或是把书借回去看 但根据台南市图书馆统计 目前预期未还的书籍 多达27000多册 最久的是这本 从1991年10月开始借出 至今已经快32年 可能真的要去追那个人 看那个人还存不存在 要赔钱吧 要留下注子 然后就赔钱 不还 当然就是想要买下这本书 就要赔钱 如果民众有知道 家里曾经有出现这种 图书馆的藏书的话 也请大家就近 然后就知道各区的区途去还书 那我们也希望这位读者 未来如果再有来使用图书馆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 就会有注记 那我们就会提醒他说 你还有一本书没有还 我希望你赶快拿来还 馆方分析原因 民众借书未还 有可能是太忙 或是不小心忘记时间 也有的是因为搬家 不知该如何还书 图书馆为了提醒 除了透过APP Email 电话等催书机之外 也订出相关规定 预期一本书一天是一点 那我们的上限就是 会有60点 那如果还没有还的话 就会做停权 所以还是呼吁大家 就是赶快把这个 家里预期的书拿来还 长期节约不还 不但会影响自身权益 也会造成图书馆困扰 开南市总共有45座图书馆 馆藏数量高达400多万册 可以流通使用 希望这些书都能按时回馆 让民众看到想看的书 即将顺怀谈到报道 桃园市水务局 攜手农委会与各地方政府 慈济基金会等机关团体 举办 淘喜乐水土保持宣导连展 希望让民众透过寓教于热的游戏 尽力学习水保与防灾的知识 三二一 请启动呼唤水土保持精神 淘喜乐水保活动正式启程 桃园市水务局跟农委会 水土保持局周末 攜手各地方政府 在宇文园区举办 淘喜乐水保闯关活动 让民众透过寓教于热的游戏 学习水保知识 进而让防灾意识扎根 桃园有43%的土地是山坡地 有53条浅室的土石流溪流 那对我们来说 相关的防灾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硬体之外 我们希望导入更多的防灾社区 市民更有防灾的意识 那这次我们是除了跟中央结合之外 我们也各县市 跨县市的技术交流 让各县市好的做法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淘喜乐水保一共规划了22个闯关游戏 利用展览闯关摊位结合宣导 桃园市水保服务团 就以拼图游戏为题 介绍水保知识跟桃园的水文 那我们等一下会玩的话 就是我们进行我们的水保拼拼乐 那我们就有把它分成12块的小拼图 那去呈现我们 桃园市做好水土保持的 一些异象图 那我们的异象内容的话 就是有拉拉山 那还有我们的石门水库 以及奥尔森林学堂的一些异象 那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在玩的时候 可以有呈现出 可以看出我们桃园市的一个画面 那我们每周一跟周四 在我们的桃园市 水务局的六楼 还有我们礼拜四 在复兴区公所的农津客这边 也有做到注点服务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试用 宜兰县政府的摊位 则是以翻番乐游戏作为闯关 让民众可以透过游戏 认识水土保持的设施更用处 今天我们特别是用这个水保翻番乐的方式 让那个民众可以浅显的欲懂 然后了解相关的一个水土保持设施 就是说他们平常在山上 可能看到相关的排水沟 防叉坝、蓝叉坝长什么样子 能够加深民众的一个印象 知道说我们山坡地 必须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措施 所以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水保教育宣导 让所有的民众 从基层小朋友到一般的民众 都能够了解我们这样的水保持的一个姿势 此外新竹县产业发展处的摊位 则是带来模拟山坡地土石流的模型 还能直观认识土石流的成因跟防护措施 然后这个就是降雨到某一个程度超过了土石流 溪流能够承担的那个警戒值 然后它可能就会 就吸水啦 土吸水多了 然后它可能就会开始 这样 危险溪流我们要保护底下的社区啦什么的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工程的方法 像这个在上游的地方可能就会放那个 梳子坝或是钢管坝 然后这个它主要目的就是先把 比较巨大的石头先挡住在上游 那也可以用防沙坝或蓝沙坝 然后把细颗粒的就是可以先阻挡 陶渊市攜手农委会跟各地方政府 慈激基金会等机关团体 举办讨喜乐水堡水土保持宣导连战 希望透过玉校娱乐的闯关活动 将水土保持及减免灾害的知识 传递给社会大众及亲子 让防灾减灾避难的相关知识落实扎根 接下来五一桃源报导 台南市环保局选定胡伟辽工友市场 作为环保新时代示范点 即日启到12月办理几点兑换的活动 随着民众环保意识提升 出门采购时常常会自备购物袋 减少塑胶袋的使用 但因为传统市场民众与摊商的习惯 还是以塑胶袋为主 造成不少塑胶袋使用以及废弃量 台南市环保局 今年特别与胡伟辽工友市场 试办塑胶袋减量措施 规划出极点兑换生活用品的活动 今年我们环保局在台南市东区的胡伟辽市场 推出了一个环保新时代的活动 那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 会发现大家拿了非常多的塑胶袋 那我们为了要让塑胶袋减量 那所以我们今年呢 推出了这个环保新时代的集点活动 那只要民众呢 你自己带着你的购物袋去买菜 那我们可以拿那个集点卡 那集点卡集完之后呢 就可以换我们这些生活的使用品 虽然在市场还是能看到有民众使用塑胶袋 但也有不少有环保观念的民众 愿意自备购物袋来采买 为地球环境尽一份心力 所以你觉得很好啊 你觉得很好啊 因为我一直很紧张 因为我们团体也都是吃这些啊 那我们也都要要效仿 那因为全球暖化 我希望这个非常严重啊 其实最伤害的就是 所以本来就要爱护地球 爱护自己啊 环保 减瘦的问题啊 是蛮接受的 也虽然说现在在推 是很辛苦 可是还是要推 也让这个客人哦 每一个民众慢慢的去接受 去改变习惯这个 自己拿环保袋 环保局表示 主鼓励民众自备购物袋 更结合胡伟疗公有市场 制自会提供环保 循环购物袋租借的服务 只要支付100元的押金 就可借用环保购物袋一个 让忘记带环保袋出门的民众 也能响应环保 轻松参加集点活动 记者张瘦为台南报导 为了让幼儿养成正确的 口腔保健及结牙的方法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 特别在暑假期间 结合多个单位 共同合作举办 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的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学习 正确的刷牙方式 也不再害怕看牙医哦 活动内容主要由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等 专业牙医师设计 教导家长和孩子们 正确的口腔保健知识 以及结牙技巧 降低取齿率 并且让孩子体验 坐上牙医枕疗椅 实际体验各式各样的牙医器械 让原本害怕看牙的小朋友 也想坐上枕疗椅 尝试一下 也借此让小朋友 从小学习照护牙齿的重要性 因为他平常是学校会屠佛 然后之前小时候 有去过牙医救诊 对 然后可能就是 今夜有点不足为害怕 那今天因为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他就认识了很多 就是要好好地刷好牙齿 然后用牙线 然后谢谢就是牙医师工会 然后还有学校的帮忙 然后让我们做家长的 就是更放心的 教他怎么如何保护牙齿 为了让幼儿养成正确的口腔保健 及结牙方法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 特地在暑假期间 结合基隆市卫生局 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中华国小妇幼以及金国管理 暨健康学院共同合作 举办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正确的刷牙 结牙方式 也不会再害怕看牙医 他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学会 照顾自己牙齿的健康 有刷牙 用牙线 然后学会印牙膜 看牙医师怎么照顾他们 让小朋友不会怕刷牙 不会怕用牙线 然后爸爸妈妈也真的学会 怎么照顾小朋友的牙齿健康 我们其实一起合作 在今年开始 小朋友只要有上幼儿园 都有机会由幼儿园老师 带到诊所去做实地 牙医诊所的一个牙医体验 这个活动我们今年至少有30场 明年也会继续办理 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然后让小朋友能够 从小就养成爱护牙齿导习惯 而且不会害怕牙医 也是健康医师继续继续办理 希望各位家长可以来获得 正确的口腔会教观念 回去就可以照顾好 学生小朋友的口腔健康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也提醒家长 政府独住6岁以下幼儿 每半年一次免费的图博 也要定期带小朋友到牙医院做检查 不要等到牙齿痛了才去看牙医 会更容易增加孩子看牙的恐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新北市武林国校 在暑假期间开设了多元丰富的夏令营课程 吸引了许多外校的同学前来报名参加 科学游乐园班队 透过应用科学的原理 制作有趣的玩具 让同学更能投入其中 培养对科学的兴趣 北科大科学团队师资群 在暑假期间来到新北市武林国校 举办科学夏令营系列活动 为期五天的课程 带领小朋友们度过充实的暑假 武林国校校长庄建志表示 学校作为双语教学学校 同时也是创客学校基地 相当注重同学们的多元展能 因此在暑假期间 推出了丰富的暑期应对 强化他们各方面的能力 武林国校辅导主任钟世伟则表示 这堂科学营透过手作来进行 学校长期以来 都与校外的专业科学团队保持密切合作 配合学校的创客课程 透过学习当中的学习 然后学习之后 我们整个暑假做一个延续 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个更多元 然后我想我们要强调的是 他可以动手操作的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小朋友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的好 希望能够多开这样类似操作 或者是比如说对外师能够双语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娱乐营 我想对孩子来讲 我们很希望小朋友能够很充实 利用他这两个月的暑假 所以我们很高兴很多的小朋友 来参加学校的营队 希望每个小朋友在这两个月的暑假当中 他能够过得非常充实 我们这堂暑期的课程是这样子 因为每年的暑假 我们都会帮小朋友办了很多的夏令营 那这一节课主要是让小朋友去动手做 那因为小朋友动手做非常的好 他可以促进他的头脑的发展 各方面的部分都需要透过手做的方式去学习 那再结合科学的话 我们现在有在推动的所谓创课课程 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互相搭配的 所以我们长期以来就会跟科学的团队 一起来那个搭设 或者是说架设这样的科学营的课程 负责指导同学们的老师赖阳凯表示 当日做的是大声工的实验 让小朋友们利用小道具吹气球 藉此了解物体振动是声音产生的原因 得以参加的体会到真正的物理现象发生的过程 加深同学们的记忆 我们今天做的是大声工的实验 就是用那个 他小朋友吹气到那个小瓶子里面 然后他那个 气流跑出来 然后气球皮会震动 然后又产生一种 有点逗趣的声音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介绍这个科学原理说 他是透过物体的震动 然后声音会产生 我们如果一般上课 有时候我们书本上讲一个知识 那小孩不一定有那个深刻的了解 可是他我们透过实验手作的方式 真的让他感受这个科学现象 他就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跟经验 本次课堂开放全国的学生报名参加 就是上年图课 上一个礼拜是做机械 平常上课就不会学到这些东西啊 就把它学一下 嗯 那夏丽莹会帮助你 比较好了解这些东西 嗯 就是喜欢科学 然后妈妈也想说要让我学学的科学 嗯 那你听你学到哪些东西 呃 动感声波 然后 电流 然后 声音 当日除了制作气球大升工以外 还有自制万花筒 同学们在手作的过程中 建构了对于科学原理的基础知识 同时也能够培养专注力 丰富有趣的暑期活动 帮助同学们在学习的旅程中 能够不断向前 记者已根基新美采访报导 客家语言文化的永续传承 需要从小扎根 新美市秀朗国小暑假推出了客家育热营 提供国小同学能在暑假期间 体验客家文化 学习客语的曼妙 好来 各位同学 今天要怎么做的 我们到 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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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美市秀朗国小暑假期间 举办客家育热营 受到小朋友大获好评 课堂不只是语言的学习 透过走访名胜 游戏也让孩子们沉浸在客家的文化熏讨中 客语宣传师庄凤玉表示 这次暑假育热营结合街舞及手作等课程 让孩子能在玩耍的同时 将客语与客家文化刻画在脑海里 那因为你知道 现在也很流行街舞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利用客家传统的歌谣 天空落水 来用 来跟街舞结合 再来呢 我们也要让孩子有手作的机会 所以我们今年做了一个 兔子 今年是兔年 兔子的音乐盒 让孩子可以动 然后也可以听听这个故事 为什么要做到兔子 他跟音乐盒有什么样的瓜葛呢 可以有什么样的火花呢 3 2 1 天空啊 老水 语文是社会沟通与互动的媒介 也是文化的载体 根据12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 国小每周平均只有一堂课语课程 满足不了同学的需求 客家娱乐营同学就分享 自己会来参加 就是希望能把课语学好 回去跟家人用课语沟通 去年有学到布袋系 就是手绘布袋系的衣服 还有场观 我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因为场观还有奖品 剪刀的课语是箭斗 对哦 然后音乐盒的课语是 inno head 然后 红菜头课语是 吹条 兔子的课语是 因为这边有很多 运动 而且同学们也都 很热情 教师们也 然后 我就 我就过来学 然后我就一直学 然后 后面就 可以正常的给他们教他们 客家语言文化的永续传承 需要从小开始扎根 秀朗国小推出客家娱乐营 让更多后生子弟 可以体验参加 也让客家文化 能够传承下去 记者苏建民 新北报导 接下来看美食 位在安平 孙家小卷米粉 虽然经营才四年 不过因为汤头 天然美味 受日本知名美食杂志 地球的不方报导 与台南安平多家 小吃美食齐名 在观光客 与在地民众口耳相传下 生意是越来越好 日本地球的不方杂志 是专门报导世界各国地方的小吃美食 让日本人可以吸带出国 寻找当地美食的杂志 其中位在安平路 这间孙家小卷米粉 虽然经营才四年 不过因为汤头天然美味 而登上杂志 大受在地游客 与观光客的喜爱 小卷米粉是属于比较清淡 因为我本身手的关系 我也吃了两人的抗生素 所以对一些化学的东西 比较排斥 所以我们就 我们的汤头都比较属于天然 让你的身体 比较不会那么负荡那么的重 这样子 然后我们的小卷是来自于 远洋渔船 那个床冻技术的 我们观光客在地也有 也蛮多的 都蛮支持我们的 都是吃过回来 尤其台中啊台北啊高雄嘉义 他们都会特地过来包 要不然有些出差的 都打电话 叫我先包一包 他们拿走 安平孙家小卷米粉 是建平李明孙君毅 与吴庆芬夫妻共同经营 原本在工厂上班的孙君毅 六七年前 因为左手卷入卷轴机 治疗过程服用过多的抗生素 造成体质改变 无法接受加工调味料或食品 仅能吃原汁原味 因此与太太学烹饪 于四年前开这间小吃摊 其间一边经营一边调整学习 才让品质逐渐稳定 并受消费者好评 这次登上日本杂志 与安平多家老店齐名 孙姓夫妇认为 将天然美食提供给消费者 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记者林根台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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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服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砍出 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 营养化碳终结者 Noko醬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Nok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勇热 内政部警政署欢欣您 提防其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